词曲 李宗盛 你要那残云背光镇压 心中模糊 漠然狂笑 怎敢点现 扶持一笑 奔起吧 路上的人啊 踏着梦长霸 在长风如昨的谎言 你散不知你定然有我 身为湖边战舍天下 身为河边熬离 风华 此前月下 皆然我再度陪你胜利下 皆然刀光将大花瓶彩 皆然长相望震荡大山海 皆然少年如故若果如梨如漫 也会开 曾经高开肆腰的梦花 要对望着放肆下 你懂吗 我心底那些话 你懂吗 我心底那些话 药 药 药师 站住 晕了而已 不碍事 怎么进来的 报告队长 接到保安 又一位药师在街上发狂杀人 走 这是两天以来第五起了吧 最近都城经常发生 药师伏击百姓的事 四大营都已经出动捉药了 这人我在哪儿见过 好像是铁链营帅底下的 联阵 带走 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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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回来 放开 要进哪 汪文 你怎么了 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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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魂姬婆 无聊气 你说什么汪文 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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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汪文 你想想 汪文 这什么时候弄的呀 你是身上长牙了吗 怎么什么衣服到你身上两天就得破 我正在发育呢 最近 胡子哥 你说你将来会不会变成那个满身都是牙的怪物 我 你干吗 老怪我 这事交给我吧 你还会热喝呢 那当然 当年我爹爹 找了八宝镇十里八乡最好的婆婆婶神 教我女工 可惜我后面齐练枪法 不然我现在一定是八宝镇第一女工了 好 好 怎么样 还行吧 是 这 这缝一块的 八宝镇第一女工是吧 陈不我记 最近多少有点生疏了 我刚刚没有发挥好 没有没有 挺好的 挺好的 这很独特也 但就是这能分开就更好 要不是总给人做衣嘛 这 多大点事啊 我给你拆了重新发挥一下不就行了 不小心 事是吧 完了 其实这样也挺好看的 我平时看你像个锦衣浴时的公子哥 你还会这个呀 想当年确实过惯了优渥的生活 但近些年民间疾苦我也是颇有体会 你家到底什么出身啊 怎么从来 你 你干嘛 你 你想吃啊 吃这个 这最常见了 早上你吃它 晚上我吃席 有毒啊 大少爷 大小姐 你不会做菜 就别丢人现眼了 交给我吧 入云村 第一出身 市里面 一定会xes 一辈子 zte 为什么 break 你 快吃 怎么样 确实这看上去都挺不错的 是吧 所谓美根脆饼 香满房 一番风味好春光 好事 能配上这首诗的 也就我这桌菜了 你快快吃 快吃 馨桐 这几天你辛苦了 你先尝一尝 别别别 雨昕 这菜是你采的 你先吃 你们俩干吗呀 我先吃了 你俩一会儿别抢啊 我先吃了 没事吧 太好吃了 我想起入云村了 就是这个味道 绝了 赶紧呢 什么呀 什么呀 你俩喝点汤 吃了 什么呀 嗯 你别忘了吃饭 你俩喝点汤 我跟你说 我这个汤也绝了 所有人在我家门口 排队等着喝这个汤 你们都管这叫汤啊 也叫羹 干杯 干杯 那个 乡亲们都是好人啊 太好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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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郭队 我吃差不多 我出去歇小时了 雨晴 我也吃差不多了 一起 我跟上你 往上啊 这还真太好吃了 不对 你那个野菜一定也有毒 绝对没问题 就他那什么 什么虎丝黄菜 你看到了 确实 以后啊 千万千万不能让他做菜了 绝对不能让他碰 馨藤 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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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馨藤 雨晴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怎么找到这儿呢 谁还多亏了萧云团 是他告诉我们的 对了 他还偷我给你们带个好呢 他 嗯 你才不详细 霍子 我想死你了 早就看出来了 吃一点东西都没带啊 怎么样 成为国营妖师开心啦 你可别提了 我们这几天都快忙死了 天天跟打仗似的 没完没了的 除了搜捕就是巡查 我们最近也没有听说 有群妖私那月的消息啊 你们在忙什么呀 上我们压着消息呢 什么意思 哎呀 恐着他们是自己人 提前告诉他们 也好做预防啊 你们上次 不是帮着抓了两个 发了疯的信使吗 啊 怎么了 这不是偶然 对外宣称说他们得了疯病 但其实根本不是 这最近都城啊 已经发生了好多起 国营妖师杀人事件 百姓们现在对妖师 是避之不及 怎么会这样呢 这恐怕 要跟焚妖塔里的妖邪 失踪有关 国营妖师杀人 焚妖塔还有失踪的妖 胡达 你还记得抓捕 薄妖的事吗 当然 自从那件事之后 焚妖塔里所有的妖怪 全都不见 他们对外说封城 是为了保证 国营妖师考试顺利进行 实际上就是在暗地里 搜捕群妖呢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对外公布啊 那里头可灌了很多 灌了数百年的妖啊 还不是元老汇那帮迂腐 怕担责任 密而不发 让三大殿 集中所有力量全面搜捕 到现在我们已经忙第三天了 先是群妖逃窜 后也有国营妖师杀人事件 这消息怎么可能压得住啊 这到后面恐怕会出大乱啊 几百年的妖啊 这肯定要出大乱的呀 到时候扶龙城顶不住 千语国和聚伦国也要早殃 所以说呀 我们现在没日没夜地搜捕 什么都城 鬼市 哪儿哪儿都找了一个遍 都不说这个 更何况你还得担心的 自己队伍里的腰师 随时可能会发疯 那个齐晓轩呢 发生这样的事 她 她干嘛呀 她现在也憋屈着呢 因为这件事屡次顶撞元老汇 而且齐嫣然上位之后 把她许多部下都给调离了 药案全都让五里丹去管 就在昨天 她的那个德力手下王文 突然在她面前发疯 齐晓轩为了保护百姓 亲手把她给杀了 她现在肯定特难受 那个 那什么 虎子 我们知道小萱赶紧走的事了 但是我们觉得 她是为了变相地保护你 齐安然的脾气你也知道 你要真落她手脸 她不得折磨死你 对呀 这就叫恨乌吉乌 其实 我也一直不相信 小萱当初刺的那一件 是真心的 管她真心不真心的 刺都刺了 不重要 她刺虎子那一件可不浅啊 她如果是为了保护虎子 她完全可以直接明输啊 冰桐 我赞成你 就凭她在赛场上背叛我们这事 绝不能原谅 她这就要报应 对吧 虎子 你要不去倒点茶 那 拿点吃的去 去 奶奶 您找我 昨日在街上发生的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王文跟随我多年 一直是光明磊落 不知她何时被邪数操控 那样的签心下我不得已猜 你做得对 对妖心怀仁慈 便是对百姓的残忍 但她不是妖 可那一时 她已经是了 大大贵 我们已经查遍了 浮龙都城方圆十里 还是没有一枚的下落 她是环保妖师 法力高强 她若想藏匿身形 谁也找不到 轩儿 眼下都城的情况 是越来越糟了 第一案我明啊 下一步该如何走 今天找你过来 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一枚那儿的线索 如果不好进行的话 如果不好进行的话 我建议 我们往回找 你什么意思 既然一枚幻养的妖邪 就是焚咬塔的妖 那这一事 跟阎罗殿肯定脱不了关系 老张已经就地伏法 掌势之邪 也已入狱自查 眼下这阎罗殿 当职的人也没有几个 你究竟要查谁呢 我们可以去监狱 问一下知邪前辈 他掌管阎罗殿多年 说不定从他那儿 可以得到一些线索 目前都城 是一片山羽欲来之势啊 轩儿 眼下 天罗殿 想彻查此事的 除了你 恐怕也没几个人了 如果前往狱中 不能像是提神 知邪 毕竟是佛龙国 德高望重的前辈呀 轩儿明白 当年明喊万言 是知邪前辈 用血友之躯 救了无数的百姓 多年来受万人惊仰 这一次 他又是主动放权 负荆入狱 更是顾权大局 高峰亮节 轩儿自会主意说话分寸 知邪前辈 奶奶过来看你 好 怎么敢劳驾大掌柜 驾临必进啊 真是荣幸啊 这些大人严重了 数日不见 不知身体可否安康 老辣 这些日子总是时醒时昏的 常梦见些往昔琐事 你我之间不妨开门见山吧 不知二位此番前来有何指教啊 近日 都城内 发生了不少离奇之事 还想 讨扰知邪大人 为我们 排忧解惑呀 还请前辈 点拨一二 齐公子全且宽心 老夫如今虽为阶下囚徒 但定当以江山设计为主 如有农校威劳之处 定会知无不言 我已派人 前几日去了趟八宝镇 在依梅的司空楼 发现了他患养妖邪的证据 根据我们的调查 这些妖 就是曾积压在焚妖塔的妖 老张既然是知邪大人招募的部下 关于这人身上的线索 还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吗 确实老夫用人不察 看走了眼 我已在殿上向诸位同僚 据实汇报完了 并无半分隐瞒 老夫只能推断 姨梅早就与她暗通款举 但仅凭姨梅 孔南完成焚妖塔释放群妖的计划 老夫怀疑老张死后 背后定有主谋 这是 这是什么 但说无妨 这是海王二位 对三大殿及元老会 私下展开调查 私下调查 知邪前辈是有所顾虑吗 之前老张之事 外界对三大殿 颇有看法 如果殿里还有身份显著之人 参与其中 消息一旦放出 怕是 三大殿彻底崩坏 丧失迷心 知邪大人有所不知啊 近日都城的百姓 对国欲妖师 一事 必知不及呀 发生了什么事 三日前 天杠殿有位妖师巡逻之时 忽然 失心疯 将两名妖师杀死 两日前 地杀殿有位信使 当街 发疯 此伤平民十二位 竟有此等事 很不幸 此次事件当中 就有晚辈的一名部下 此人品性纯良 可没想到突然心情大变 我初入阎罗殿时 曾听前辈们提及过 在约摸二百年前 曾在福隆国 有一种 明海怨陵邪术 可对人疑神夺念 但当时 在三大殿 诸位妖师的通力倾脚下 此术断绝于江湖 不再复现 如今懂此法之人 恐只有一眉一人而已啊 一眉 没错 当时协助妖师们 挫败那师术恶人的 正是一眉 这几起妖师被附体之事 听上去 也非不良鼠被作祟 多半是一眉在背后操作 包括老张 吸取妖师晶元之法 也应是一眉所受 对案件查明 我定会向元老会的长老们陈情 让这些大人将功不过 重裂殿手之喜 大掌柜的心意我领了 但皇恩已赴 慈表已地 老夫只愿 待渡成太平后 谢家归田便自无矣 轩儿 你对刚才知邪的一番推测 有何看法 知邪前辈的话 我不能尽兴 知邪前辈之前一直在狱中 全然置身于世外 他为何能笃定地说 这老张和妖师发狂的案件 都源于同一禁术呢 你能看到这一点很好 他毫不犹豫地就断定 妖师发作 定是妖术附体 以我与他相知多年 他不是如此武断之人哪 奶奶 轩儿还有一事想请教 讲 一梅本是五百年前巅峰之夜的前辈 那他为何要干冒这大不韦 放走群妖 残害妖师呢 现在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一梅 要想解开其中的蹊跷 定要先找到一梅 方能解开答案 大掌柜 大掌柜 莫谷子队长已经消失了两天 天罡殿里也没有人见过他 燕燃统帅下令 让营帅去找他 他倒是很会拆遣人哪 轩儿 你按照线索继续调查 莫谷子一事 我亲自去 看这样子 城里百姓可被吓得不轻啊 你不是说不想管小萱的事吗 怎么又拉着我们进城 谁说我是管他的 都城大陆通四方 不许我住还不许我转转了 就算让我碰见他 你靠不打他个抱头鼠窜的 倒是你啊 你不是不原谅他吗 我看你怎么出门前紧张地 把枪擦了又擦呀 我没有原谅他 我出门想打点野位不行吗 因为 你俩谁也别瞒他谁啊 刀子嘴豆腐心半斤对八两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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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位 住位 你们听我说 你们的家人不是我杀死的呀 冤有头 战有主 你们应该去天杠殿查清楚 以律法来处置啊 一什么律 那天 你就跟那个发疯的钥匙是一起的 我 你也真正地看着他杀死我弟弟 今天 你尝命也尝不灵 尝命 尝命 对外就说咱们也换了封病 以其人之道还准其人之身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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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冷静 冷静 你们谁 跟这家伙什么关系 都没凭声 我们只是偶然路过而已 大家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我也有最亲近的人被杀害了 但是不要牵动在无辜的妖师身上 他们伤害了我弟弟 我要他藏命 你们不觉得这一切都太怪了吗 这背后肯定有妖邪作祟啊 国御妖师守护都城百年 这种信任能随便被破坏吗 如果大家真的被利用了 百姓和妖师为敌 这不正好上了坏人的当吗 就是 别听他们 杀害国御妖师 在扶龙律里面是多大的罪名 想必各位心中也有数 不要再让各位的亲人陷入到悲痛之中了 不妨给他们一些时间 让他们把这个案子好好地破一破 到时候 孰是孰非都会给各位一个交代 大家再做决定也不迟 若是各位执意要出手 那就由在下代为诸位过招吧 我也不是国御妖师 若是在比武中断了个胳膊断了个腿 顶多算平民间的蟹豆瓦了 这样如何 多谢三位出手相救 来 国御妖师怎么能与百姓争斗 若是我们不来 你真打算血洗浮龙城 不敢 只是最近城中的局势比较诡异 百姓对妖师的误解也越来越大 也不知道前些日子哪儿来的什么邪术 枉死了我们很多的同僚 但不管怎么样 你是妖师怎么能那么冲动呢 再遇到这样的情况 好 对 惭愧 惭愧 阁下说的事 在下告辞 城里现在的情况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啊 你看 我就说吧 冰块变得喜怒无常 一定是中了什么邪术 你们还不信 当然啊 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啊 那谁会是施术者呢 老张 不对啊 他已经死了 吴李丹呢 没那么厉害 难道是齐安然 有我了解 宁帅 何事 属下今日 在街上遭到百姓家属的围攻 若不是虎子出手相助 并说了一些维护国语妖师的话 恐怕今日很难脱身了 虎子 是 你没跟他透露什么吧 没有 不过妖师杀人的事 他们已经知道了 还有吗 他还说什么了 没有了 对了 王文生前 有什么口头禅吗 他生前跟大伙都是乐呵呵的 平时也很少说话 宁帅为何突然这么问 没什么 只是突然想到 他发狂时 口中反复在说什么 永无了弃之类的话 之前 倒是也没听他说到过 行 你先回去休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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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聚伦国产的好酒 就剩最后一壶了 快试试 真够大方的 他就留这么点啊 好酒配好汉 有就行了 怎么样 这 这 忒辣 辣吗 我喝的时候还好啊 你不觉得辣吗 我也觉得还行 布子 你说 现在佛龙城内暗潮汹涌 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你不也说了吗 如果说菲瑶塔的腰全都出来的话 遭殃的不止佛龙国 你们千语国和聚伦国也得遭殃 所以我们眼下 还是找找这些腰藏在哪儿吧 上次你说你母亲是虎妖 她会不会也藏在哪儿 不知道 这么长时间一点线索也没有 也一直没找到机会进阎落殿 现在不就是正好的时机吗 你想 不讨讨厌城内那些腰尸已经自顾不暇了 哪有功夫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啊 对 咱们这次继续偷偷潜进去 你忘了 上次还是我给你打的掩护了 这次肯定没问题 那咱们现在就得商量商量怎么进阳楼殿了 好 你真的不觉得辣吗 这个酒 什么 不辣呀 他非说这个酒不辣 你试试看 你试试心头 长大腔留下的 长大腔留下的呀 我就说的不辣 怎么想不辣 来来来 你这边 你都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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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掌柜 好久不见 西门队长真是勤勉啊 这一大早就到这藏经阁来了 有些案件还需翻阅一下救济 礼礼同序 藏经阁里的救济 能帮你理清心案吗 大掌柜若是感兴趣 可否愿意帮我看看吗 你这几日可否见过莫谷子 莫谷子 近日我确实没有看到他 地刹店找他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只是新晋本店的国语妖师 有几位喜严莫家的卖玄奇术 特祥请教请教 他平日素与你交好 他没告诉你他去哪里了吗 没有 这几日确实不见他 平日里他应该三天两头地 就拉着我喝酒才是 怎么这两天却不见他踪影呢 总之 你若见到莫谷子 还望能告知老申一生 好说好说 但有消息 一定向大掌柜禀报 大掌柜 有什么眉目吗 莫家的卖玄奇术 因莫谷子父亲酗酒无能 未得传承 莫家最忌讳别人提及此事 这点苗苗本该是很清楚的 难道 苗苗她是故意装作不知道的 或许不是装作不知 而是眼前之人 真的一无所知 我从他身上嗅到了 微弱的白纸 苏叶的草药味 这也许是莫姑子留下的线索 顺着这个味道 可能能找到他身在何处 走 大掌柜 咱们在这林子里兜兜转转 已经两个时辰了 眼看这天色渐满 要不咱们明日再来 停车 就埋在那个下面 他虽然脉搏气息全无 可原神尚未消散 可能是浮了失魂散 麻痹了周身的穴位经脉 让心脏骤停 称假死之状 白金化气 千气化神 万神化矣 立定朝圆 一定朝原 莫姑子 是谁将你上成这样 依梅 依梅 是依梅 是依梅杀死了苗苗 那我所遇到的苗苗 难道是依梅的翼龙术 即使还魂 她利用了苗苗的遗体 我知 我知 还有一人 是依梅的内应 是谁 知邪 阎罗知邪 知邪一直将自己 关在监牢里呀 与依梅联手的 就是她 那日我跟踪依梅 认她和知邪 在都城里鬼鬼祟祟的见了面 你可曾听到 他们处心积虑 图谋为何啊 那此二人 理应外合 定是要制造一场更大的危机 大掌柜 我们必须立马赶回都城 对知邪发体三天回神 姿势体大呀 理应与各方掌势 是智慧医生 但目前 敌暗我明 贸然与知邪公开抗衡 以目前的局势 怕是 雄多吉少啊 来 那也不能就这么放过她 杨妙的死 这些脱不了干系 那是自然 眼下要找到姨梅的踪迹 将她抓起来 审后再说 大掌柜 此事 还请您允许我一同助力 你刚从殷草地府走了一遭 先安心养伤吧 苗苗已经死了 我活在这世上 已了然无趣 就算是化为怨愧 我一定会将衣媚碎尸万断 为苗苗报仇 老师 自六十年前 我当上阎罗殿掌室 就一直在等待这个时刻 对 仙子 这些妖都是好柴啊 如今只要一点火星 便能将整个扶龙国稍微灰烬 要想真的燃起燎原之火 还需金刚爵之力 淬炼到最后的火候 根本尽为火时 把火星消入 都能吃饭 要得到最后的火星 少月的时候 在纸位就是 神经远 主持人 知世仁 我活动 救命 你能用 我活动 我活动 您活动 你能用 你能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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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梅私藏妖邪 杀害西门苗苗 还请大师帅 与朱卫长老下令 将一梅绳之于法 一梅仙子 毕竟是五百年前的 幻宝妖师 地位尊贵 当今圣上都要礼让三分 就这么大张旗鼓地去抓捕 会累积三大殿的名声 更会令民间不满 依我之见 抓捕还是要私下进行得好 长老所言深有道理 但是焚妖塔中妖不知所踪 这关系到佛龙国 万千百姓的安危 不可舍本求没 早日抓到一梅 便早日控制妖邪 以我所见 您全程通缉一梅 早日归案 这 还有一事 与一梅合谋者 是阎罗之邪 应当一并调查 一派胡言 此事 怎可能跟知邪前辈有关 大师帅 正是因为属下 撞见一梅与知邪 密谋会面 才为一梅灭口 妖邪失踪 定是二人联手作为 仅仅是一梅一人便捷 就足以让我三大殿命于扫地了 若真的在牵扯中阎罗之邪 那我三大殿将来在 福龙国里头 将如何立足啊 此事背后 定有更大的阴谋 若不早日彻查二人 只怕会引来惊天浩劫 执邪前辈 在老张暴露之后 便自罚于监狱 什么时候可能和一梅见面 此事必有误解 此事在查清之前 绝不准泄露到外面 属下亲眼所见 万不会在天罗殿 信口胡言 我已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只求能够早日查清 背后真相 此事事关重大 既不可大张旗鼓 又不可置若罔闻 阎罗之邪 是否真的参与此案 必须查明 依老身之见 大师帅 此事应由你出面 以师徒之情 探明虚实 我自己进去 你们在这里等我 大师帅 但他现在毕竟是嫌疑人 是我的恩师 是 老师 大师帅 您来看我了 老师何必那么见外 似乎学生的名字就好了 今天学生来没有别的事 就是与老师喝喝酒 聊聊天 老师 请 学生 本人 你今日前来 不只是喝酒许咎吧 无论如何 焚瑶塔 要挟失踪 我身为 眼罗店长事 理应受责 你不必因你我师徒之情而为难 若能堵住悠悠众口 你大可把我交出去 若能解你之难 老师死而无憾 你错了 树稿前耻有根 水流万里有缘 老师对我的细心栽培 我只难忘 即便学生这些年 做了大水帅 摘染了一些官场的冤化 可只要你是清白的 我会全力以正 没有意义 这一项是 只要我与妖邪扯上关系 哪怕是误会 你也无法保全我 你可正想过五百年来 三大殿为何被皇权所重视 被世人所推崇 那是因为三大殿 斩妖出没 守护百姓还有国家的安宁 错 三大殿之所以可以积业长存 那是因为 人妖对立的观念深入人心 因为唯有此 才能真正让百姓恐惧 让皇帝需要 唯有此 才能保全三大殿的权力和地位 之前你说是我成就了你 其实真正成就你的 是妖 老师 这一番话 你以前为什么没有对我说 因为你 唯有将降妖除魔做到最后 才能保全你现在的位置啊 如今我老了 我怕再不说 就没机会了 五百年来 人妖对立的观念如同真理 却无人探究仇恨的渊源 无人质疑 便一定是对的吗 是无人质 你 你 这 浊久入怀 曾有前路之际 今朝今与你粗细 莫瑟里 你若为善我为礼 明阴霾 然而相逢温柔 万难皆白今夏 举伤不忘对望 才精确 曾让我破茧的 并非刀光 而是那 那一句你要陪我说 多数人皆碎 还有我 懂你的无畏 我每个 断念切剥你依然有我 我护惑为何 因为你我才敢执着 狂奔着它过着大魔 我数人皆碎 还有我 懂你的无畏 我悲何 怀念切剥你依然有我 我护惑为何 因为你我才敢执着 狂奔着它过着大魔 我乱想到你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